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Nami这一位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位老太太 她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个在那样子的景况 一个非常不顺利的景况之下 却仍然能够对她的家人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是因为她的外在的条件 有钱 有事 有地位 那个时候她通通失去这些 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她仍然有影响力 有的时候因为你有钱你当然有影响力 有地位有影响力 有资源有影响力 而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影响力恐怕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个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外在的条件都被挪开来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影响力呢 Nami拥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影响力 为什么 过去之前你提到说 她是一个不抱怨的人 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她是一个愿意感恩的人 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她身上还有一个特点 她是一个愿意祝福别人的人 当一个人自己活在很多的祝福里面的时候 你要为别人祝福不太难 你现在都很顺利 你的工作顺利 一直加薪了 我祝你 你也 我加薪了 我祝福你 你也加薪了 说一说不太难 可是当我自己在非常多的不顺利里面 还要祝福别人 真的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我已经又留级了 又重考了 又什么 还要跟她说 恭喜你 你考上台大 我躲你都来不及了 但是这个人 她却是一个 自己在一个并不是那么好的环节 或者是说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 却能够说出下面这句话 她跟她的媳妇们说 我年纪大了 我没有指望 但是你们还年轻 去吧 回娘家去 让你们的家人 为你们另外再找一个好的先生 你们去家 因为你们现在过世了 你们这么年轻 去改嫁吧 要说出这样的话 已经不容易了 而她后面说 愿耶和华使你们 各自在自己的新的丈夫的家里面 得平安 她在跟谁说啊 跟她的媳妇说耶 媳妇不就是我儿子的老婆吗 你现在要改嫁了 我放你去改嫁 已经不容易 我没有把你拴在我身边 放你去 而还要说 我祝福你 祝福你的新家 祝福你跟将来的丈夫在一起 祝福你们平安 活在祝福里面 她是一个愿意 祝福别人的人 她没有看到说 我现在这么不好 我就怕你们离开 如果一个人 一天到晚在这里出现的是 抱怨 是咒诅 祝福的反面就是咒诅 当我很惨的时候 你给我看惨 天天咒诅这个 看这个不顺眼 看这个不顺眼 其实我们这样讲 我们必须承认 当我自己落在一个 很不好的景况里面的时候 真的要讲祝福的话 是不容易的 有时候讲的时候 我真的不顺利到 看一只狗都想替它一下 但是我怎么样能够 让我自己里面 能够虽然环境不顺利 还能够说祝福别人的话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即便我的环境不好 我却仍然活在上帝的爱里面 如果我活在上帝的爱里 我才有那个祝福别人的能力 祝福你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活在上帝的爱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